让灵修轻松成为生活习惯的七个步骤 如果你一个星期只有一天进餐的时间,你会健康吗? 如果你只有在主日崇拜才听到,你的属灵生命会茁壮成长吗? 作为基督徒,灵修时间是必须有的,每天安排一段时间来与神单独相对,阅读祂的话语。 而且要持久,才会成为健康的基督徒。 如何把灵修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呢? 这集影片将会分享把灵修变成习惯的七个步骤。 1. 下决定把灵修当成一天生活的优先 以顾桃树牧师说过,一个基督徒灵命的强弱,完全是乎他下了多少功夫去追求认识神。 我们在外面为神做工有多少价值,是以我们私下与神相交程度的深浅来衡量的。 桃树牧师又说,有些事情即使忽略了,也对灵命不大有损的,可是忽略与神交通,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每日的灵修时间,是与神交通的机会,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属灵生命获得动力的来源。 因此,要把灵修当成一天生活的优先。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决定如此行,我们看下一个步骤。 2. 决定时间 对于时间,请记得三个要点,适合,固定,灵活。 第一点是找到最适合你的时间,能够清静专注不被打扰的时间,建议在安静的清晨。 第二点,每天安排一个固定时间,要把灵修变成习惯,保持一致很重要。 第三点,保持时间的灵活性。 个人灵修没有标准的时间框架,刚开始时间长短可以自行调试。 时间不必太长,可以从15分钟开始。 当它成为你的习惯后,时间自然会增加。 如果无法再固定时间实行,或如果错过了一两次,没关系,不要因此而放弃。 3. 决定一个地方 找一个舒适,属于你自己的空间,不要有噪音或让你分散注意力的地方。 准备好你的灵修工具箱、圣经、笔、笔记本、灵修书和阅读计划等。 当你要安静灵修时,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4. 计划灵修流程 你可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您想如何让自己更专注与投入,以及在阅读计划的每个部分上要花费多少时间。 这样你就不会漫不经心地度过这段时间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5. 请你的家人朋友尊重你的安静时间 如果你与家人或其他人一起生活,你需要他们明白你这段时间需要安静,请他们不要打扰你。 6. 对灵修计划保持灵活性 灵修时间或静默时间不是一套规则和套路,而是与上帝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机会。 你的时间长短、方式、地点可以依据你个人的情况调整。 你可以参考,但无需和别人一样。 7. 坚持你的的每日灵修计划 刚开始实行灵修计划,最困难的是坚持。 所以请记得,即使错过一天,或觉得灵修时间被搞砸时,不要泄气不要放弃。 只需继续祈祷并祈求上帝帮助你,然后确保第二天重新开始。 开始你的灵修计划,仅需投入一点时间,请你放松。 坚持21天,这是养成习惯所需要的时间。 随着你对上帝的爱越来越深,你的灵修也会慢慢改进,所获得的回报绝对是值得的。 最后,总结一下把灵修变成日常生活习惯的七个步骤。 1.下定决心2.决定时间3.决定地方4.计划流程5.通知家人朋友6.保持灵活性7.坚持,坚持,坚持。 3.决定地方4.3 eurosUD